教学论坛里面,教学论坛进到里面之后的话 那这边有一个我们文大的那个连结,那你进来当然如果说 你没有 申请成员是看不到我们每一次上课的 但如果你有申请加进来的话,每一次上课 基本上呢我都会把影片就自动转信给你啦,当然理论上应该都 都有接到吧 如果没有接到你再跟我讲 因为Google蛮奇怪,有时候会把一些信件就自动丢到垃圾桶去 不知道为什么 那当然如果 原因很多啦 那只要没有意外的话,应该都会收到 那收到的话呢基本上都会是 我想应该还蛮详细的,就是这里面你只要进到里面 那每一次上课的东西我都列出来,所以你会发现第1次 第2次,一直到第6次,这边都有 所以呢很详细的,我们12次嘛,所以12周就等于是 一个完整的那个数位教材,其实就已经做完了 所以其实做完,就上完课啦,影片其实我觉得都还蛮详尽的 那剩下来就是说,你们可能要自己花时间的 所以上礼拜呢,第6次上课这边就有提掉了 不过呢,刚好有个同学 他就提到说,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可能 没有办法来上课了 但是他说,他自己也可以利用YouTube观看 来学习 而且他说,甚至比在教室更便利 为什么,因为 如果有些课程,当然我们上课一定是线性的 那如果是你听影片 看YouTube的话呢,是非线性的 你可以跳跃的吧 比如说你这一段的话呢,假设 可能觉得,应该都知道老师要讲什么 你就跳过嘛,对不对 但我也 反对啦,你不一定说 我觉得学习啦,因为为什么要把它录下来 因为学习本来就非线性 你为什么一定要从头听起 为什么不能够把最重要的部分 你已经知道你为什么要再听过一遍 对不对 到你要听的地方 甚至如果你听不懂没关系,你反复听嘛 反复听反复听 其实 基本上我想 应该会更有帮助啦 应该没有听不懂的 剩下来就是说 你听懂了之后呢,最重要是要做得出来 因为很多人 听懂了 但做不出来 这种人还非常多 为什么,因为动作太多了 而且呢,只要你有一个细节做错了 很抱歉 那就会做不出结果 尤其是 VBA程式 对不对 其实 VBA程式 我们写来写去啦 大概顶多就是 大概几行而已吧 顶多就是 10行以内吧 对不对 可是你要把10行以内的程式全部 写出来 并且没有错误 然后呢,可以做出按钮按下去 自动全部完成 那其实 还是有相当的难度的 可是如果你可以克服 从简单的程式 你都可以克服的话 那其实 你以后再写复杂的东西 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那所以其实 为什么很多人同学说 学完这个课之后 还 不太能够应用 那之所以会不能应用 我一直强调 因为你不熟练嘛 如果你是够熟练的话 你看到什么 你就开始打程式了嘛 对不对 你就不会卡住了 那很多人卡住是因为你根本不熟嘛 前面交购都已经忘光了 更何况就是你没有把它综合性的应用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那上个礼拜主要的重点 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 如何 做 插入与删除空白列 那我们是举那个年历的部分 比如说年历 底下我希望增加一个空白 空白的储存格 那一整列我希望插入列的话怎么做 上礼拜有讲过 所以 城市讲义里面也有啦 所以 如果你上个礼拜的东西 假如不太清楚的话 讲义 所以讲义里面 这个是PDF列印下来的 基本上我记得你找到大概 70 真的都有页码的 你就是找一下 格式化之后 应该在格式化的上面吧 大概找一下上面这边就会有城市 还在这里 87页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回去的话 建议就是你一定要重 新再把城市写过一遍 并且呢可以找类似的案例 比如工作里面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 快速插入空白列 并且快速的删除空白列 那这种 应用呢你只要多练习几次 那再来就是说呢 除了 就是 删除跟 就是插入空白列之外 比较常用的应该就删除列 可能删除什么列呢 比如说你有重复资料 那你要把重复资料删掉 比如说你有很多笔重复资料 那重复资料你要删 以前用人工的话 浪费时间 另外还有什么呢 删除某些列 比如说什么条件出现 你就把它删掉 什么条件出现 就把它删掉 那其实你只要利用了 上个礼拜讲的 这个负回圈的 里面再包一个逻辑 就可以了 如果 哪一个 储存格的 哪一列的哪一栏 里面的条件是等于什么 或者是 大于 等于小于 等等的相关条件 那再把那一栏给删掉 那这个我想延伸性情 各位自己再去做 做一些变化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 再来看就是 这边的话 其他的话就是SumPoda Sum相关的 SumPoda是两个 范围相乘 的家种 所以两个范围相乘 那其实在那个 我也讲过了 苏妞有分析表 其实里面 他主要 帮你做的事情 其实 大概就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 加种 Sum 但是里面是Sumif 另外还有SumPoda 相乘 除此之外 要怎么 帮你找最大值 最小值 那还有什么Kont 后面会讲到Kont Kont A Kont If 类似像这些东西 或者做一些统计 的一些分析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看 因为上个礼拜最后 讲到那个Sumif 那个工作表的 保护部分 所以请各位呢 接下来呢 再开启 我们那个 数学 特别说 范例党里面的 数学函数 里面的那个 教师研习 统计表 这个 那这个案例里面的话呢 如果上个礼拜 你有存档的话 理论上打开 应该会看到有一个起用内容 因为我们有写VBA嘛 所以你一定要起用内容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我们基本上写了两个 一个是清除 一个是总时数 OK 就这两个 但是呢 这边的话 我们都做了一件事 就是里面有设定 所谓的那个保护 校对里面有个保护 所以你会发现 当我点选 这个储存格的时候呢 保护什么呢 第一个喔 上面的公式不见了 这个叫隐藏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里面的资料呢 不能够变动 比如说 像这个老师他可能 假如 他零个小时 但是他想要 篡改 那比如说他输入5的话 这个时候他会出现 你这个表格呢 不能够变更 你按确定的话 他会跟你讲说 你除非要取消保护 但是可能会输入密码 所以他可能取消保护 但是会有密码 上里面有讲过了吗 如果他乱输入啊 一样不能取消 那 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会有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清除 跟 丢公式的话 那当然也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 用VBA输出资料 到储存格的时候 那会遇到保护的问题啊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实际上有做了一件事啊 就是呢 动态的把它取消保护 那最后呢 再动态把它保护回来 应该有印象吧 不过最好我们是 课程好像讲到这边 就 就 就 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讲完 所以今天的话呢 接着继续来看 如何的动态的 去把它什么 取消保护 跟动态的呢 把它再把保护加上去 那实际上呢 动态的 取消保护一行程式 动态的再加上保护 又一行程式 所以其实两行程式 那这两行程式 非常的有用 尤其是 针对什么 你本身是有保护资料的前提下 那你只要 程式稍微修改一下 就OK了 那要改哪些地方 我想请各位先把这个 范例先开起来 那待会我们来 针对这部分 再做说明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